和三街最新的抽水的进度 你可以看到目前记者位在 就是地下一层到地下二层的交界处 那你可以看到地下一层 其实已经抽干斜坡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车子都是完全的浮了上来 那上面还有不少的淤泥 抢车验水的地下停车场 抽水抽到了地下二楼 住户们的汽车机车满是凝凝 地下三楼的车还沉着水里 有的车飘在车道上露出了一半 住户拿着手机打灯 到地下一楼先去看看自己的爱车 到底烟成了什么样子 整个地下室每台车都一样惨 大楼的电力设备在地下二楼 台电人员已经进驻 我们设备做一些宣店 是否有那个因为潮池淹水 造成它的出战 整栋档楼没水没电 住户现在不是住旅馆 就是住的茶友部分的人 坚守家园 很不方便 晚上就对了 这睡就睡不着了 一些各县市政府来支援的 总共大约有120部的抽水机 那其中也包含军方的一些 相关的人力还有机组 部在山明 左营 还有谷山这些区域 各单位齐心协力 现在最重要是要先把地下室的水抽干 让受灾的大楼 尽快的有水有电 让住户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三日新闻高雄 赵博报导